好,來,接著我們最後要講的是雷射紫外線跟紅外線 第一個就是雷射,雷射光有三個特性 光色單純,它只有一種顏色的光 所以它經過三菱鏡只有一種折射 所以它不會有色散的現象 光色單純,只有一種顏色的光 第二個叫做能量集中 它能量很集中,所以我們可以把雷射光去切割東西 所以你買的雷射筆就警告你不要去照你的眼睛 免得呢,去傷害你的靈魂痴瘡 照你的靈魂痴瘡 那要擴散性小,用過雷射筆就知道可以射很遠還是一小點 射很遠還是一小點,它不是不會擴散 它是擴散性小,過雷射筆小可以射很遠還是一小點 那三個特性,光色單純,能量集中 擴散性小,OK 然後就會運用這些東西來,生活上就拿來做一些運用 然後紫外線就是光線當中波長最接近紫色光的叫做紫外線 紫外線,紫外線的用途是它可以殺菌消毒 因為它可以切斷DNA,所以只要你是DNA做的就把它切斷 你就塞了它拿,再見了 再來就是它照在身上,會使你產生維生素D 可以幫助鈣質吸收 所以要你常常去曬太陽 然後生成維生素D,幫助你的鈣質吸收 好,耐性吸收 然後有個紫外線指數 看一看,欣賞一下就好了 因為紫外線太強,會傷害到人體 就告訴你 一般老師考試,考這個 總共15級 7以上過量,10以上危險 學測也考過這一題 但學測考的時候 直接就告訴你 7以上過量,10以上危險 給一張表 問你說誰的過量、日數最多 你將去數數了就好了 這個三天、這個四天、這個五天 五天最多就可以了 學測這樣考,所以就告訴你 不過一般老師他就要背這個 7以上過量、10以上危險 一般老師考這件事情 好,背背 這個紫外線指數欣賞一下 你也不就這樣 你就只要記得7以上過量、10以上危險就好了 其他人就欣賞一下就OK了 所以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麼 這就是我們以前有提過的 就是所謂的臭氧洞 因為臭氧可以幫我 吸收紫外線 保護地球上的生物 但是我們發現 南極上空臭氧層 在每年10月的時候 含量會變得特別少 所以會臭氧洞 有臭氧洞 主要一線就會長驅直入 危害地球的生命 然後呢 原因是因為這個玩意兒 在佛氯碳化合物 有人寫佛氯碳化物的 都還一樣 然後所以我們有個蒙特羅公約 來限制生產及消費 佛氯碳化物 這邊就先簡單看一下 在地科的時候 我們會再講多一點 再講仔細一點 然後 這些內容會再說一次 春天十月 南極上空臭氧稀薄 稱為臭氧洞 因為佛氯碳化物的關係 我們在地球科學的時候 會再說一次 再來就是紅外線 然後 波長最接近紅光的 就稱之為紅外線 紅外線 那個重點是它會跟熱有關係 它跟熱有關係 所以它的用途有 保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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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還有觀察 就是飛暗中 靠紅外線去觀察去看 去看 好 還有熱追中 追熱飛彈 香味水飛彈 香味水飛彈 追熱 因為飛機引擎 變噴出很多的廢熱 所以可以追 可以追到飛機引擎 追熱 然後遙控 你家的遙控器就是靠 所謂的 紅外線 那我上課講過了 你家遙控器 按下去的時候 有個紅燈會亮 那個紅燈亮 只要告訴你 我活著 我有在用 那個紅色的 不是紅外線 紅外線 所以你看不見 看不見 也因為它是光 所以可以靠反射 所以遙控器 不見得要直接對準 你可以打旁邊 靠反射過去 它一樣可以接受得到 就是所謂的 紅外線的一些用途 很簡單的 跟各位 步行一下 雷射 紅外線跟紫外線 OK